本期节目由澳洲文化与经济促进会赞助播出 本期节目由瑞达集团赞助播出 瑞达集团会集好业精英专注商业移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澳华家园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周健博士的事迹 那么我们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反馈 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鼓励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下 我们又出现一个匿名的赞助者 他不希望说出他的名字 我们利用这个节目在这里 向他本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我们也感谢澳洲文化与经济促进会 以及瑞达集团对我们的广告赞助 谢谢你们 那么今天还是由我和历史学家苏明仙博士 和大家来讲述我们华人的故事 明仙你好 韦刚你好 大家好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百年前 这个主人翁是一个自称为华人的西人参议员 为什么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那么我们还是请明仙给大家细细道来 他首先他是一个西人 但是他又会华语 他懂中国的文化 能不能从他这个绅士开始 他是1866年在巴勒瑞出生的 是在乐善堂里边 在乐善堂就是那种慈善机构的养护院 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 他出生的时候他母亲才18岁 可是他没有父亲 乐善堂就是一个慈善机构 就是一个慈善机构 但他并不是什么孤儿院之类的 就等于就说那些生活比较困难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救助的 那么正好他的母亲怀孕的生育他 那么就进入到这样的地方去 他母亲的18岁 生他的时候18岁 很年轻 很年轻 可是他这个出生上没有父亲 他的简历里边就说 他当时出生上写的他的姓是 可能叫Kinston 那就说明他的父亲也是个西人 但是找不到他 但是我就想 因为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很年轻 18岁对吧 我想也有可能是单身母亲 就是单身母亲 两年后也就是说 实际上他还没到两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碰上了一位在当地淘金的中国人 这个中国是广东台山的 叫朱百合 那么就嫁给了这位中国矿工 就是淘金工 自然而然就带着他这个儿子去嫁给了这个中国人 然后他就跟这个朱百合又生了一个儿子 朱百合也把Thomas视为自己的亲生 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中文名字叫朱俊英 朱俊英 然后这种婚姻的话是 不说当时吧 就是在现在也是很少的 对吧 就是说一个西人的姑娘 嫁给一个华人的男士 这种情况好像不是太多 在那个时代还是有一定的比率 这个比率主要是因为我们想看到是爱尔兰人 他的母亲是爱尔兰人 你知道当年的爱尔兰被英国吞并了 就是爱尔兰人在大英帝国里边也是二等公民 我们都知道在那个时代 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 有相当一批爱男女人给送到澳洲来 OK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我们以后 就说他们到澳洲来讨生活 那么这些华人也是到澳洲来讨生活 对 他们实际上那个地位 为什么当年我们看到大部分 这个中国人娶的西人都是爱尔兰人 OK 这个是 这个历史很有意思 这个我们以后就慢慢说 我可以想象华人到这里来的话 那么就说华人的女士应该比较少 那个时候基本上没有 对 基本上没有 不是说完全没有 就是很少 偶尔有几个 就来到这个地方 因为早期来几个 他们定居下来的话 在这里生育 那么他们有一批后代 是吧 但这个人数比较少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 婚姻就是跟当地人结婚 所谓当地人 大部分都是爱尔兰女人 他们也是被英国 就是从英国送过来 他们来的目的当然也是做工 但更大一部分也是为了解决这里的 就是婚姻 对 正好碰上这个机会 当然就说他能够嫁给华人 那么也这个华人矿工 他也有一定的身家 还有一定的语言能力 朱百合是1833年出生的 他也是在陶金时代 从中国来到澳洲 当然他在来澳洲的途中 他在婆罗州的地方 海岸翻船 翻船翻掉了 翻船翻掉 他就在那上面 又待了一年时间 在那个岛上 跟当地马来人在一起生活 为止他学会当地语言 他在那里生活了有一年了 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一年左右的时间 在那一年的时间里面 他就以杂耍为生 这样他语言 很有语言天赋的一个人 在那跟当地人很融洽 所以生活方面 就是说过得还算是比较好 后来他又在那个地方 乘坐河南籍的翻船 来到澳洲 在南澳那地方船翻了 船又翻了 船又翻了 这叫什么 货不担心 可是他很幸运 没什么事 还是顺利上岸 翻了两次船 他还能够顺利到澳洲 他还能够顺利上岸 当然就是 他之所以能够到澳洲 那个地方 在南澳那个地方 可能就跟当时 大批华人 都是到南澳的罗布镇 从那地方上岸 有关 是因为维多利亚的殖民政府 在实施人头税 每个人十磅的人头税 那是一笔大钱 很大的缩着 从那个地方 上岸当时 南澳政府 没有那么严格 不要松散 那么从那地方上岸 步行走到矿区 就现在我们说的 新金山 还有大金山 也就是Ballarat Bandico 朱百合 可能就是跟这群人一起去到那个地方 那么也可能他的语言能力比较好 淘金也挣了点钱 然后就开个店 语言好 才可以跟当地人沟通 那么 他就是已经有具备一定的英文能力 应该是一部分的英文能力 另外一个 也还养家糊口 是吧 没有这个能力 也娶不了亲的 那么 托马斯的母亲叫Margaret 那么就嫁给了她 就和她一起经营店铺 娶了Margaret之后 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叫Simon 那么托马斯跟着母亲一起嫁 一起嫁入这个家庭 那么他就把朱百合视为自己的父亲 其实反过来 朱百合也把她视为己出 不仅把她视为己出 还教她和Simon广东话 不仅如此 还把她送回到中国 在家乡来学习中国语言 学习中国文化 所以他们兄弟俩 同母一父的兄弟俩 所以中文都很好 这就为她以后的生活 还有工作以及从政 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打下了一个文化的基础 对 一个文化 多元文化的基础 那个时候就知道 这种文化的融合 那么就一个很好的基础 这个托马斯和他的 同母义父的弟弟 去中国进行了文化的训讨 学习中国的文化和语言 在那个地方 他们待了大概有多长时间 资料上没有说明 估计也就是两三年时间吧 大概应该不会太长 朱百合的那个真正的 档案文件还是不多 从到目前您讲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朱百合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一个人 他在翻了船以后流落到岛上 然后生存了 在那地方生存了一年 然后再坐船到澳洲来 在澳洲的话 这个金矿也是很有收获 然后又开了店 又娶了爱尔兰的妻子 这就说明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生存能力很强 是吧 经营能力也很强 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 也就是说这个 Margaret和这个朱百合结婚的时候的话呢 这个朱俊英呢 实际上才不到两岁 但是呢 从这个时候 他就开始了中国文化的循陶 就说最小的时候嘛 学语言的时候 当然再加后来他父亲 这个继父 把他送到中国去 他在12岁的时候 就跟着父母一起去到塔斯玛利亚了 那是在1878年的时候 那是因为这边的金矿 已经挖得差不多了 这个金矿 实际上在维多利亚的金矿 到1860年代后期就已经 基本上就是消沉下去 实际上他已经转入这个商铺了 对 已经经营商铺 为什么在1878年的时候 他们还去到那个地方呢 去到塔斯玛利亚 因为这个时候 塔斯玛利亚是西矿 发现西矿 西矿开采成为一个热潮 经营通贴西的西 对 西矿 塔斯玛利亚的西矿呢 开采主要是在 它的东北部地区 这个地区呢 在1870年代中左右 发现西矿 马上就是形成一股热潮 然后很多中国人 澳洲大陆上采金矿 已经采不到金矿 再加上一个白澳政策 那个时候很多人民对中国人限制 有很多限制 就是淘金方面没有多少进展 那么这个有新的机会 很多人就转移到那个地方去 同时呢 在中国大陆 还有相当一部分人 闻讯而来 所以很快 在塔斯玛利亚就形成一个淘锡 就是西矿开采的热潮 我们今天都说淘金 淘金 从来没听说过淘锡 他西矿在那个地方呢 那个时代 应该说19世纪末期 对锡的需求也比较大 所以那个时候西矿的开采 利润也是相当高的 我看了一下您的那个资料 他到塔斯玛利亚的时候 这个托马斯实际上 他是12岁了 就12岁 12岁的话就是说 慢慢开始懂事了 就基本上12岁 如果穷人家的孩子12岁 他除了上学之外 他会跟着父母干活了 对 那么他们去到那个之后 很快几年内 这个中国人就陆续而来 就仅仅在那个地方 那个叫布鲁泰尔 那个区域周边那个区域 那个山 那个是个山区了 实际上沿着那个 林格鲁玛河流域 那个西矿者在那地方 那个布鲁泰尔区 就正好那个河 就经过那个区域 在几年时间里面 中国人 中国矿工就达到七八百人 中国矿工的人数 几乎占当地矿工 就是采习矿工人数的三分之二 就一下形成一个热潮 华人也非常集中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机会很多 很多人都来这个地方 想就说 自负 当然是法家自负 是吧 在这个过程中 那么当地原来荒芜一片的 就是很多小村 小镇就形成了 那么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朱百合在那地方 他也采过矿 甚至呢 他还拿过采矿证 那时候拿着一张采矿证 不容易的嘛 那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可以开矿 自己可以开采 可以招工人嘛 在这个过程中 他俩儿子虽然年纪轻轻 也跟着他 跟他一起去采矿 他朱百合在1884年的时候 就在塔斯玛利亚入籍 规划入籍了 那时候入籍不容易啊 那个时候 在塔斯玛利亚的入籍 相对来说 比在大陆入籍要容易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份档案材料 在塔斯玛利亚入籍的华人 到1905年的时候 一共外籍进来的 包括其他民族也有 一共是一千多人 一千一两百人左右的入籍 对的规划入籍 华人就占到差不多七百人 主要是华人 这就可以说明 就是那个时候 华人人数之多 同时呢 也说明那地方入籍 相对来说比较宽松一些 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吧 这个朱俊英 还有他的弟弟 十几岁 就跟着父亲去采矿 同时因为中国人多了 他们俩又懂中国语言 就是广东话 因为在矿东 广东人嘛 对 懂广东话 还懂普通话 也就是说官话 那么他们自然而然就成为了翻译 这也是一份工作 也为他们带来收益嘛 他是从草根阶层出来的 就从矿工开始 他们很懂得这个 矿工的一些 他们艰难和的辛苦 同时也对这个矿工的安全和福利 等等问题 他有很深刻的认识 对 所以他也在这个同时 他投入到这个工艺事业中 也就是说推动 对这个草根阶层 这个矿工的福利 在立法上面提供咨询意见 就是说这两个小孩 因为他的这个语言优势 他是从这个给大家做翻译 为这个社区服务开始 慢慢地就介入了这个社会事务 对 这就是说为他以后从政 打下的基础 打下基础 铺开一条道路 对 是 就1887年吧 他是马利亚政府 他也像大 就是澳洲大陆的几个殖民政府一样 也开始就是实施 限制中国人入境的一些政策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朱俊英 你就大声几乎在报纸上 写文章 抨击这种制度 维护华安的利益 他们要求 就是说华安来这地方 跟澳洲人 跟当地人一样 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 他们一样做出贡献 他们不应该受到另外的对待 所以他从那个开始 他就有意识地做这样的一些事情 这实际上就是开始从政了 差不多 介入政 对 而且从当时他发表 那么在这写给报社那些文章来看 朱俊英是很聪明的人 他受的教育其实不是太多 在那个时候 但是他能写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能说 做翻译 和在为这些矿工的某福利方面 慢慢慢慢的 总是出现在公众场合 所以他这个口才方面 他是相当厉害的 对 在1895年的时候 塔斯玛利亚政府 就抄盖矿业大会 所谓矿业大会就是说 各个矿区派代表在Hobart召开这个会议 制定相关的法律 包括安全问题 一些福利问题 利润的问题等等 就是跟这个开矿相关的 对 跟相关一系列的 因为这个锡矿毕竟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不仅仅 实际上也包括其他的矿 这个 锡矿是一个最主要 当时来说 是比在塔斯玛利亚来说 那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产业 在这个过程中 朱敬云他是作为LOTA地区 也就是布鲁泰尔地区 整个矿区的代表 去参加这个会议 而且在这个会议期间 他大声疾呼 辩论显示了充分的口才和辩才 他的一些意见也被吸收 这是第一次真正向社会 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 这个他就从这个开始 慢慢就是卷入参与到工会里边去 参与到为大众谋福利的 这个公益活动中 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不断地为华人谋取利益 同时他作为翻译 在华人中间 在西人中间 他慢慢的名声越来越大 最主要一个象征 就是1906年 中国就是清政府 驻大英帝国公司馆 派了一个馆员叫黄侯成 到澳洲来收集情况 就是当地华人社区的情况 因为准备就是社馆 在澳大利亚设立中领事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去到塔什马内 朱俊英就作为华人社区的代表 有全能配同 同时也有的翻译 在很多场合 尤其在当地政府接待场合 朱俊英跟这些政府机构 都有很多接触 那么他的翻译也非常好 所以他在这方面显示出来 这种才干 所以对无论是华人社区 还是当地社区 华人政府方面 他名声可以说是越来越响亮 他也是 仍然是一个华人侨领了 尽管他长得一个洋人面 对 他当然就说他是西人 是吧 他整个是一个西人的形象 但是长得 可是他说的 实际上他也不仅仅 他是维护当地的利益 就是社区和可以说是国家的利益 当时也维护矿工 也包括华人利益 对 所以在这一方面 他是做得相当不错的 他维护华人的利益 但是同时他的眼界是为社会 为这个大众 那当然是 肯定是利主于社区 利主于国家 对 但在1901年 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 那么各个不同的州 他都有议会了 对 那么在1909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 朱百合已经去世 在前一年已经去世了 就是他的养父 他的养父已经去世了 他养父去世的时候 其实场面很宏大的 在楼塔镇 他的出兵的时候 当地送兵的队伍是很大的 就是可以说前所未有 OK 就是说这个朱百合 其实在社会上 也是很有影响 朱百合他教着俩儿子 他实际上也是身体力型的 无论在工艺方面 在其他方面 其实都是身体力型 比如说他做矿工 他开店铺 同时他又是一个很有名的草医 给当地不仅是华人 还有当地西人的其他工工 甚至免费针药 所以在这方面 他实际上是身体力型 对的儿子影响都很大 他本人也是热心工艺师 也是很热心的 从这一点上来说 实际上也是做出的本样 那么这个Thomas的成长 那无疑是也是受到了他的熏陶 从小就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 那么再加上他本身那种能力 他对人性的认识 他的天赋 他的才能 然后再加上他的父亲对他的影响 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 那么他实际上到1909年的时候 这个继父也去设了 那么1909年的时候 他就决定进军政坛 参选 他是玛利亚的众议院 很成功当选 当时他参选的时候 当地报纸还抨击他 这么一个说华语 尊华人为祖先的人 能够来参选 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对他的身份的候选资格进行质疑 但是 因为当时的这个还是白澳政策 当时就是白澳政策 不像现在这么多元文化 那么他并没有退缩 他不仅没有退缩 并没有忌讳自己的这个华人文化的背景 不仅如此 他在报纸上撰文对此大力抨击 以中国血统 也具有中国血缘关系而自豪 实际上他没有中国血缘关系 他没有血缘 他就是血缘 没有血统关系 但是文化的情缘关系 这边他是以此为傲 他自己把自己当作华人的后代 对 他就以此为傲 同时他要说明 在这么一个社会里面 要公平公正 对 所以他是毫无疑问是既代表这个民众 代表国家 他也代表这个社区 所以他一点都不退缩 所以可以这样说 我们今天的这个多元文化 澳洲的多元文化非常伟大 对吧 但我们可以现在可以这样说 朱俊英呢 他实际上是一个奠基者之一 他应该说在早期的一个实践者 奠基者 实践者 实践者 对 他就是 那么 积极的推动 很积极的推动这样 所以他从来不忌讳 自己所具有的那种文化上的情缘关系 对 那么从这边 甚至他别人说他是既然关 他都不否议 只不过他长得就是西人 对 这叫文化自信 这叫说对了 就是文化自信 对 而且他这么在报纸上撰文反驳 就对回去 一点问题没有 说后来鸦雀无声 顺利当选 而且高票 等三年后 因为一般的州议会 都是三年一选 三年后 就1912年重选 顺利连任 可是 作为朱俊 来说 他并不满足于这一点 在1913年的时候 他进军联邦政叹 他参选 这个参议员 代表塔斯玛利亚参选参议员 联邦参议员 联邦参议员 又是顺利当选 所以 这对他来说 这是一个更 就是更大的一步 对 进入到澳大利的决策阶层 参议员是各种各样的法律 最终由参议员批准了 而且他在这个参议员 一直连续当选 一直到最后他去世 对 但是这中间有过一个插曲 就是第二年 1914年 当时因为两党之争 两院解散 所以他刚刚当选半年 两院解散了 要重选 要重选 当时在重选的时候 他肯定说他一定要重选 他参加重选 可是当时就有报纸 就还是像以前一样的 质疑他的身份 说这么一个讲华语 这么一个以中国人为祖先的 这么一个人来参选 这是要坚决反对的 他再一次 就是爆发出这种 中国式的洪荒之力 得回去 而且积极参选 又回到塔什玛利亚 然后他是工会 做工会出身的 就是做这运动出身 所以工会里边派系很严重 他是在东海岸和西海岸之间 那两个工会 其实一直都是争斗非常厉害的 本来相互之间 这种内部争斗是很正常的 可是他这次参选 工会的人 跟他以前争斗多年的忙 大力支持他 不仅如此 他出身于草根 可是富人也同样支持他 所以他顺利当选 很神奇 很神奇 大家不管是哪个建设的人 都支持他 对 这里边就是西人评价 这以他本人的能力 和他奋斗 他的拼搏精神 以及他对人性的理解 他可以充分 无论是穷人富人 他都具同情心 充分照顾他们的利益 各有各的利益 是吧 我想跟他的品德 跟他的价值观 对吧 都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他的品性非常好 对 因为选民的话 给你投票的话 他就看你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好处 对不对 对这个国家有好处 对吧 所以的话真是不简单 这个人 所以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了 以后每次 每次在重选的时候 他连选连任 也就是说他那一次 就是第二任的时候 实际上只干了几个月 然后就解散掉了 就是这个两院解散了 然后再重新选 对 重新选他又选上了 对 就是说在这个澳洲的政治历史上面 有这种情况 就是重新选 本来选上了 重新选 然后就选不上了 那是 这种情况也有啊 有很多 我们以后也许有机会可以做 再关门讲一讲 对 那么朱俊英呢 他就这个顺利的进入了澳洲的政坛 首先是在塔萨曼尼亚的议会 对吧 在塔萨曼尼亚连任了两届以后 很快又进入了这个联邦的议会 在联邦参议院 这个当先这个参议员 这之后的话呢 他又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 就是说对社会啊 对吧 对这个国家啊 对华人呢 他在对这个社会 其实那个时候 他进入联邦政坛之后呢 就正好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个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期间 他都是非常积极的 他当然就表示对国家的忠诚 毫无疑问的 是吧 同时他也鼓励这个华人 也对国家的忠诚 因为这是融入澳洲 成为澳洲一部分的最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 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 在这个大战期间 澳洲的华人成立了中澳船航 这个中澳船航就想开办中国 就是以香港到澳洲的航运 就因为受到这个战争的影响 经营比较困难 他积极的参与到这个支持和鼓励大家认股 投资来促进中澳之间航运的发展 尤其是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开会的时候 他都经常出席 在各种集会上 这就是鼓励 另外一点的话 他对于中国的利益也是非常关注的 就是中国那个时候受到列强的侵略 很多权益都给攫取了 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德国是战败国 德国在山东他有特殊利益 可是这个特殊利益给日本占领了 给日本攫取了 所以朱军英早早就看到这一点 他猛烈抨击日本人这种帝国主义行径 同时他也提醒澳洲政府 注意日本人的侵略性和扩张性 号召当地华人积极开展 对中国的贸易 同时也促进澳洲政府 加大对中国的经济贸易往来 为此他在参议院多次提议 到最终在1922年的时候 参议院就派他作为一个特使 到中国 我们考察中国的商务情况 当时澳洲在中国 只设立一个贸易办事处 他回来之后 他的报告就认为这还不够 应该在香港再设一个办事机构 力图摆脱对英国的控制 加大澳洲在那边的货物的出口 以及知名度 所以在这方面他做了很多事情 他回来之后 从中国回来之后 后来就发现患上肺病了 慢慢的久之不愈 到第二年 1923年他就去世 那个时候的肺孕是很严重的 那个时候肺病 一旦染上肺病的话 就可以说是凶多吉少 凶多吉少 就算他是政客 他有很好的医疗保障 可是在那个时代来说 肺病不是一个容易治好的病 对 所以他年纪迄近57岁吧 因为非常有才华的政治家 很可惜57岁就去世 是 就是死得太早了点 所以他应该做的事情 可以说是少做了很多 如果他在的话 可能会做更多的事情 但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百多年前 在白澳政策那种大环境下 一个西人强烈认识中国文化 真是把华人的父亲 继父作为自己亲生父亲 一样对待的一个人 他能够在那种情况下 维护华尼 就是说同时促进中澳文化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 这是难能可贵的 这个故事非常的特别 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在于这个 从文化的角度来讲 对吧 这两个文化怎么样能够结合到一起去 非常有意思 谢谢明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故事 朱军英呢 他是一个西人的参议员 但是呢 他又有华人的文化 那么他在维护华人的利益的同时呢 他是胸怀放眼澳洲 他的事迹呢 可以说给我们华人呢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 那么我想呢 对我们今天呢 希望参政议政进入这个政坛的这个华人朋友呢 也应该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我们是华人 我们维护华人的利益 同时呢 我们热爱这个国家 认同这个国家的价值观 服务于这个国家 同时呢 促进澳中文化的这个交流和经济的这个交流 我们衷心希望呢 更多的华人朋友能够进入澳洲政坛 澳华家园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澳华家园节目由澳华家园传媒制作 旨在挖掘并展示华人在澳洲的生活和奋斗史 两百多年来 华人与其他民族一起在澳洲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心情耕耘 开发建设 一代又一代的华人 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两把椅子一壶茶 让历史学家宋明仙 和独立制片人维刚 为您细细续说 拍摄澳华家园的设想始于2019年中 他们曾探讨过不同的表现形式 如短剧视频 因资源有限 最终决定以访谈的形式 将这些故事呈现给观众 由于疫情等原因 这个项目迟迟未能启动 直到2021年7月开机拍摄 澳华家园节目定位为 讲述澳洲华人的故事 走进澳洲华人的生活 它包括华人的历史 华人今天 以及其他与我们华人息息相关的话题 我们深知这个节目的意义所在 在当今文化快餐时代 这样的节目 可能不会有非常高的关注度 但这件事应该有人来做 希望大家给予支持 目前节目的制作为志愿工作 虽然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很辛苦 但他们觉得很充实 现在各方面的条件还很简陋 资源的匮乏严重制约了节目的制作 因此我们期待有能力的商家 或个人为澳华家园提供赞助 我们接受各种不同形式的广告植入 有益者请与我们联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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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